我看他一辈子实际上就是做了三件大事情 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今天不讲 如果我们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我认为是不合适 是不理智力 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术代表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再把我一开始说过的话 再重复一遍 我宣布长江三峡工程 大江吉流成功 蓄水以后直接影响到山体的稳定了 山体的稳定了 因为山峡两岸的城市都住在山坡上 山体不稳定 移民就不安定 他每天心惊肉跳的 这种生活状态 你说能持续多久啊 比如说 李晓琳的案例 他是一家国有电力公司的高管 但我们发现他在列支敦士登有一个基金公司 我不清楚他的上级是否了解到这一情况 我也怀疑他为什么要开这么一家公司 巴拿马文件显示 这家公司的利润来自于将重型机械从欧洲出口到中国 问题是这些收入与他作为一家国有电力公司的高管是否有关系 还是这一收入他并未申报 这些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我认为他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 杨莉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